欢迎来到本期双几龙格斗的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是男神斗神大战你的一打 自从上次斗神败给一打以后 他就又苦练了多日 今天依然使用比例作为首发 其实一打的波波在平台已经属于一个顶级水准 是很难预约的一座大山 斗神一波欧星杆逆向跳C 战B战C66C旋风腿 后面战了一个跳C逆向 看来今天斗神是做了重组的准备 可是这么近的距离搞了个变身 实属不应该 那一打很快就抓住这个变身的破绽 对很多小伙伴在评论下面说 高手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为什么都不变身呢 那现在就告诉你答案了 斗神就告诉你答案了 变身破绽太大了 打到对手的几率是回场之低 接着看下一局 第二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看一打能不能破解斗神这个比例 比例先来把空中跳地下盘扫腿 欧星杆轻给点杀距离不够 但是空中跳地还是和一打相杀了 现在一打的波波又是使用一个远距离前置近距离压制的打法 这要起队云 后面波波 啊又变身 变身是行不通的 斗神使用了一个变身打法 但幸亏这一波还有一点血啊 看能不能利用这一点血征服和一打 先给一发龙拳超帅 在双剑龙格斗中变身的比例啊 他的龙拳龙脚 我觉得应该是最帅的招式啊 一般龙脚出的很快没有踢中 现在斗神剩一滴血 资本已经不多了资源 好远距离发布 一打也不敢使用必杀震塔 现在比例 哎呀 被空中截住了 好吧 那下面比赛就来到第三个回合 双剑龙格斗比赛是非常快的 但是这两位打得好像没那么快啊 因为都在高端水准中一个猜招破招的状态啊 好 精神超级集中 跳A 欧星嘎又中了 这一波比例十纳九稳 他已经摸到了一打的一个套路啊 所以说这一局打起来就非常得心应手 现在看一打如何破解 下盘扫腿 欧星嘎 哎 哎 66C 别扩解一打血量不多了 这一局 一打机会真大 但是斗神又突然裸了个大 深水炸弹给他一炮 中拳砍刀手 躲过欧星嘎 刚才斗神自己有优势 为什么就给了个大招呢 还是心态没稳住我 那现在一打 就取得了他的第一分 一打成功的翻盘了 接着看下一局 斗神很快又接上了一臂 继续选择他的比例 哎呀 比例先来一波欧星嘎 66C 欧星嘎 推 波波呢 使用一招砍刀手 比例继续欧星嘎 逆向6跳推过顶 66C圈风腿 又是一把长龟压着 突然掏齐下盘 让一打损失半血 比例趁这个劲儿再压过去 可是比例一直都是属于一个压制的一方 感觉 因为比例速度还是要快于波波的吧 虽然波波的鬼步使用的非常得当 双连跳 使用的也是超6 可是比例还是速度要快于他 毕竟是一个大个子吗 波波 啊 跳C下地 啊 龙腿带走 这一波斗神又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我们来看下一波 今天这场比赛是抢三只 第二个回合 易达 前跳地 啊 连续的几波点A像 再冲刺一把 比例呢 也是66C圈风腿 66C 轻腿下盘偷袭 啊 砍刀手 距离没够 继续 晕啦 晕啦 接上一发砍刀手 斗神圣一滴血 跳C 跳地 接砍刀手 后面一滴血的斗神 深水炸弹 毫不犹豫的就抓了上去 这波又给 要给易达点个赞啊 这反应也太快了吧 好地先面来到第三个回合 第三个回合 斗神 啊 跳C被轻拳破解 跳地接砍刀手 后面再来个前前跳C 轻腿周手 接一个砍刀手 哦 突然下地扫导 六四旋风队又开始了 机会来了 多点梦牙接六连 挑C逆向压起身 这个逆向压起身 只要压的够准啊 其实易达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给 进行个抢招的 只能防御 有时候如果对手压的很快 你还没不好防 看刀手空中把它搂下来 现在斗神悬量储 哇 又相杀了 斗神忍不住给了个欧星嘎 易达又拿到了第二分 这样的话 易达就来到赛点 斗神该如何超越 好 现在斗神继续选择比例 轻腿欧星嘎点一个二连 六四旋风腿打一波压制 旁边空中 再来一波欧星嘎 六六C 欧星嘎漂亮 二连之后跳C逆向过顶 站B站C 继续打一波压制 压制之后 其实现在斗神又掏了个下盘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在对手起身那一瞬间 他继续用跳C给压过去 再跳C 升龙 三连以后立向过顶 最后接一发大招龙推 其实对手已经防不住了 这波易达也没有防 他知道 这个无法再挽回了 这个结果 第二回合 看易达 这波能不能稳住 先来一波跳地站 一波鬼步向前冲刺 不得不说 易达的鬼步用的是真流 欧星嘎 打一套 跳地 欧星嘎再打一套 快速用 哦 反掏 反掏一个站中拳要刚才 二连以后 假逆向 清A 六C选风腿 这一波 斗神可谓是得心应手了 男神接的扛霸子吗 斗神 欧星嘎 最后接一把龙推 挡不住了 好的 斗神终于拿了一分 现在斗神终于是 溅入佳境了 一打有点 稳不住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这一波 一打 我把空中跳地 哎呦 被露了下来 跳飞地向 站B站 好 六C之后 中间放阵 借欧星嘎 故意断掉 断掉以后 一打也并没有很快的进行抢招 他知道抢不过地 又再来一发 摇摇乐 好 又变身 这一波变身 让斗神成功落地了 成功落地之后 那这个就很危险 因为变身以后的龙石速度非常快 哇 砍刀手 跳C 站C 砍刀手 哇 龙角接上 而且下地的攻击率 貌似变远了 变身以后 OK 跳C截入空中 好漂亮 你看变身以后 一打就很难控制了 因为他可以远距离发波 前指 近距离的话 速度很快 其实比利变身以后的 轻A龙角 是可以 打无限压制的 对手没办法破解 这是属于一个游戏的bug吧 双进龙中的bug是非常多 中拳砍到手 前脸点下 下B砍到手 拉后 比利使用一只O型感 波波又开始这样子 循环 斩地 66C 斩C砍到手 轻腿 电场 斗神神 抓住了一打的一个习惯啊 感觉一打翻不出水花了 这一波 哎 旋风队空中 66C压师 斗神 剑招拆招 哎呀 没连住 我的天 这一点血就不好搞了一打 现在主动权在斗神这里 只要压上一波龙推 他就挡不住了 斗神取得了第二分 比分二比二 那接下来进入到 决胜局 今天的决胜局 决胜局的话 继续波波大战比利 这也是经典之战了 平台很少见到这么强 高强度的比赛啊 斗A连跳 落地砍刀手 那后以后66C又开始推了 这个比例啊 哎 下中角扫不倒 嗯 砍刀手 用青角点上去一发霸脸 然后落地继续打强制的压制 轻推66C 66C瘦了 哇 波波不行了 波波防御有些松懈啊 两波跳谁逆向 哇 一点血 那现在一打就更紧张了 看能不能利用一个套路啊 抓一发深水炸弹 使其就范 不行 不行呀 不行 哇 斗神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啊 这几波 第二个回合 看一打怎么破解 看斗神能不能成功复仇 能不能行就看这一局了 哇 66D 战斗 前跳 一打也是大开大合 这局招式 不再那么小心谨慎了 斗神半血一下 他又变身了 又被成功落地了 一打怎么回事 跳地 跳谁 轻腿下盘 点上一个龙 一个龙腿 龙脚 继续压起身 哇 变身以后就更控制不住了 最后斗神3比2成功复仇 结束比赛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可信